其实内地电动车销售 对比特斯拉当然是处于一个气暴的阶段 如果你参考几个主打电动车的内地车股 与特斯拉在下半年的表现 你发现除了8和9月期间 其实比亚迪曾经的蓝色线跑赢过特斯拉之外 其他部分时间都是特斯拉飙升上去 全部都是特斯拉输了 但到12月份就大家一起滚下来 如果你真的要再比较买 各间主要汽车股的下半年表现 其实有一些不是主打电动车和新能源车 或者有些是在起步领域的车股 其实表现是比较好一些 如果你经常说买车股一定要买电动车 其实传统车是不是真的没有优势 我想传统车如果它是开始去搞新能汽车 或者这方面的执行力进一步 没有得到体现加快的步伐的话 其实市场都会受落的 因为我们知道 已知的一些电动车 其实因为他们的股价表现 都是相对上强势的 今年来说都升了不少 也都反映了不少 他们在这方面的强劲增长 反而一些传统车 譬如长城 甚至近期比较热炒的北京汽车 这些车股 其实他们近期来说 都见到特别是1958 北京汽车都见到 那个动力是好一些的 这里都看到他们可能是 有空间进一步转型去 或者加强新能源汽车 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所以传统车都不是说没有卖点 如果他们能够 有进一步的转型去 新能源汽车那里 其实市场反而是 会觉得他们是落后 一定是最高 正如一些绿色能源发电的概念 那些传统的发电公司 如果他们加入一些绿色发电 都在这方面都有帮助 目前来说市场是对 这一类的转型或者转变 那个看法是比较正面的 好 招商证券都特别看重 那些高端智能电动车相关企业 首先就是估值弹性比较大的 是理想汽车和吉利 他们认为理想汽车 他们组织效率高 实用价值高的增程式 以及顺电双轮驱动的车 他们认为是好的 吉利很熟 大家知道极黑的产量 提升都会有波 帮助吉利的价值重股 比较迪更加垂直一体化生产优势 至于长期也关注坦克 和欧拉品牌的爆发力 这几只能够出来 那你的心碎是哪一只呢 你觉得哪个反弹前面是比较大呢 我自己看双轮汽车 各有优势 各有定位 我自己都会比较喜欢 例如小鹏汽车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多些 因为它那个 就是 车的增长动力 都是比较强的 未来 这几年来说 应该都 在收入方面都有超过四成的增长 那所以变成 我们看到它 回来 香港上市 第二上市 其实那个股价表现 相对上 比较像汽车 都是会高一点的 似乎是 它的车型 或者 全自动化的能力 都是比市场认可多些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走小鹏汽车 近回来说 跟随大市 是有一个明显的调整 但是 相对上 它的情况 是会好一点 未来的反弹力 应该都会高一点 对